好 國民黨的2024統統人選 呼之欲出 預計在17號 明天的中床會議上 就會有個人選來出爐 而目前檯面上的人選 包括新北市長侯仪 還有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不過目前黨內預估 可能是侯仪出現的機率比較高 因此今天郭台銘 原本中午要宴請藍營議長 不過這個行程也臨時喊咖 而這些議長也不是各自回家 而是來到了郭台銘的住處 來聽一下剛才與會的謝點玲怎麼說 各自相信自己相信的 然後想要支持的人選 明天等只要是國民黨 有一個明確的結果以後 我們就全力以赴 那從今天郭董的言談中 有覺得他放棄了嗎 我剛才都在跟其他議長聊天 我比較沒有跟他講到話 郭董看起來今天心情怎麼樣 蛤 郭董心情 我心情還不錯 我說郭董心情 郭董喔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你是有點擔心嗎 擔心 擔心的 擔心也沒有 那有覺得說朱主席在這過程中 有跟大家做良好的溝通嗎 我覺得朱主席是最想贏的那一個 我相信他始終是最想贏的那一個人 好的 剛才與惠的謝點寧說 朱立倫其實不在這場 他們的官邸餐序裡面 不過其實他也相信說 朱立倫是這場選舉裡面 最想要贏的人 因此他絕對是最無私無我的 不過他也說到 其實明天結果就會出爐 但郭台銘的心情看起來 是一半一半 沒有好 也沒有不好 而他也堅信說 最後出現的人會是郭台銘 不過這些議長也強調說 無論明天國民黨提名的人是誰 自己都會團結一致支持 國民黨所徵召的人選 以上就是現在很好的最新情況 將時間交還給棚內